本港新增112宗確診個案當中 多達102宗屬於本地感染 當中34宗源頭不明 另外有50多宗初步陽性 當局說 部分沒有源頭個案 可能由環境污染引起 初步確診個案 包括人際醫院手術室一個護士 他的家人星期三確診 三個護士曾在休息室脫下口罩 需要檢疫 由於護士工作時有着保護裝備 沒有病人受影響 另外屯門醫院病人資源中心 也有一個民職員工初步確診 由於無需接觸病人 估計感染途徑和工作無關 至於新增確診個案 包括慈雲山德愛中學一個學生 和青衣洛善堂梁石偉紀念中學一個老師 兩家學校需要停課 學生和老師都要接受檢測 現有群組中 唱歌跳舞群組新增6個人確診 一個檢疫中心清潔員工屬關聯個案 沙田一田百貨多5個員工受感染 累計10個職員確診 日出看城九旗地盤多5宗相關個案 一共57宗 亞博館群組多3個人確診 累計16宗 而張均路藍田隧道也增加7宗 累計8宗個案 至於源頭不明個案有34宗 包括去過紅館看張敬軒演唱會的一個觀眾 當局認為不少沒有源頭個案 可能都是由環境污染引起 不是說面對面那種的傳播 而是可能是經過一些公共設施 當局又呼籲市民減少家庭聚會 無線電視記者陳榮氏報導 多謝川芳議員